西區盧溝橋事件,可抗日戰爭比過去45年了。 今天,回顧這場殘苦流血的戰爭, 不能不緬懷為國、為民、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。 慘痛悼念戰爭年代犧牲的3400萬同胞, 痛斥中國人民的死敵日本軍國主義者。 同時,又令人擔憂地看到有人為不可告人的目的, 妄圖要全黨全軍設全國人民, 妄卻八年抗戰的歷史。 妄卻日本侵華的血腥罪行。 中央各地領導人,為了所謂戰略利益,不顧慘痛的歷史教訓, 不惜一切代價,不惜犧牲常人的民主利益, 跟日本搞無緣者的優異。 俗語說,歷史是一面鏡。 救中國的統治者,不論是親王朝,被養軍閥,還是國民黨籌目, 都曾為他們不可告人的實力而拉攏日本。 並為了這種所謂的友誼,向日本做了可恥的讓步。 可到頭來,這種賣國政策給國家人民帶來了慘重的災難。 曾幾何時,四人幫葬權以後,也搞過一陣子所謂中日友誼。 四人幫為了跟日本建交,1972年9月, 曾向日本反動當局做了無緣者的讓步。 答應今後不再提及日本對中國多年的血腥侵略。 並放棄日本應賠償我國一千二百億元的戰爭賠款。 粉碎美國反革命集團四人幫以來,已過去了六年。 但是四人幫所制定的對日本的投降主義路線已經沒變。 更有甚至,鄧小平同志為了進一步發展從日本的無緣者的友誼, 又一再向日本讓步。 如1978年8月,為了能從日本簽訂中日核心友好條約。 鄧小平同志不顧中央許多同志反對, 答應釣魚島問題留待下一代解決。 換句話說,鄧小平同志容忍日本人侵占釣魚島, 將反俗我國的島嶼劃如日本版圖。 孤能不止出,當年甚至四人幫也不敢默認日本人佔領釣魚島。 而鄧小平同志卻將我神聖領土公然讓進日本。 再次,公主前趙紫陽同志,放日期間, 京城鄧小平同志實力, 向日本人做了新的讓步。 今後日本壟斷資本集團, 在開採我國礦場和進口我國原料方面, 享有優惠特權。 這就是說, 我國經濟大門, 向日本資本家做更大的開放。 因此說, 黨內、軍內, 越來越多的人, 就鄧小平同志對日政策表示憂慮, 並公開提出反對意見, 是很自然的。 俗語說, 前世不忘, 後世之思。 忽視慘痛的歷史教訓, 是一定要吃虧的。 以上是八一電台的廣播。